舞台上表演鼓声融融 由身心障碍朋友所带来的几股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在过不久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声障者日 有感与许多弱势团体平常经营不易 因此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将在这个月24号礼拜六 为他们举办一场爱心园游会 客户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更多一点 包容更多一点爱 来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其实他们都很努力 都很努力 我们只要给一点点的给他们的关心 就给他们一个力量 许多企业单位响应公益活动 纷纷把爱心贴在大树上 象征梦想发芽茁壮 而台中市不动产联盟 是率先认购了50万的云流券 表示这几年警细低迷 有很多团体在募款上都出现困难 希望能借此抛砖领域 号召更多企业做爱心 今年的活动的话 那我们一年当然办得一年比胜大 今年的摊位已经突破了220个摊位 那这220个摊位 所以去年180个还要多10个 这个已经也创了我们 这个新政中心大楼 由此以来摊位数最多的 从我们的这个电视墙 然后一路到我们的中间就会掉了 那如果这个广道是我们民间 跟我们一起来做的话 那个力量更大 因为政府来讲的时候 他会认为说政府应该做的 而且政府讲的东西很自私 可是民间他们来当代言人 又很多助私跟团体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身上的朋友们就因为 你知道多做了一点 让他们有机会做出了 社会局表示 在24号当天 包吻市政府广场和一楼大厅 全部都会作为会场使用 除了邀请罗斯团体现场演出 也会拿出品厂制作的手工艺 集合许多企业摊位共同意卖 期待民众能够实力参与 用行动来支持他们 记者洪嘉宏 特朗老